基于上一次开罚200万之后 其实我想给予他们正面的评价 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 好像还没有游戏公司因为几率不死被政府开罚的 那他们算是首开先例啦 也算是我认为公平会的一小步是我们游戏玩家权益上面的一大多 在这边我要先代替所有玩家向公平会说声谢谢 我认为就是你照理说你罚他个几亿 都是真的不为过的 我们对这个产业应该要好好保护 而不是放任游戏举止这种垃圾公司在里面捣乱 尤其他也是游戏界的龙头 我认为他伤害的真的不只是玩家的钱包而已 还有在伤害这个产业的未来 所以希望公平会一定要好好的做起这个监督者的角色 因为如果不是你们 我们一般玩家真的是要对抗他真的真的非常的困难 我认为可能前面一批律师摆不下去了吧 可能能力不够被换掉了 这批律师可能那个脸皮还在可能还有一点操作空间吧 不然他们继续坚持这个论调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凹到什么时候 我认为啦有理就行遍天下嘛 就如同我当初根本连律师都不详情 就想要跟他们这样 就是直接在法庭上辩论 但是因为后来真的被 被他们那些书状反倒受不了我才请律师 所以我认为他们不管律师怎么换啦 没有理大家就不会相信 也不会被你说说服 也不会相信你的说法 也不会改变大家对于黑局欺骗台湾消费者的这种印象 所以建议他们还是早点认错 然后做好那些补偿的责任 然后向社会大众道歉吧 我认为作为游戏界的龙头 应该要有这样的担当 然后做出这样的凯弩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疑虑的 因为你在做一个企业的经营啊 你有义务清楚的告诉消费者 你这个产品的内容是什么 不应该让消费者有任何会误导 或者错误的联想 导致消费者陷于错误 去购买你的产品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这个发生了 那就是企业经营者的问题 责任全部在你身上 你怎么可以把这些责任 重新推到消费者身上呢 就是我讲的很模棱两可 让人家很容易误会 然后所有消费者受骗上当 你再说是你的认知有问题 你应该要这样想 就你不能这样子嘛 你不可以把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嘛 你当初对玩家的承诺 就是台韩版一致 从无论是从刚开服的时候 被骂什么台湾特别版啊 你那个金币不同 他就特地发粉专道歉 说我们下礼拜啊 马上会调整回来跟韩版一样 再到什么二周年记者会 也说什么啊 我们的抽卡活动 制作什么 全部跟韩版一模一样 不用担心我们篡改几率 特地强调 不用担心我们篡改几率 这说明什么 他一再的想要说服玩家 就是我们几率跟原厂一样 我们不是台湾特别版 他们想要洗刷这种污名嘛 因为台湾特别版就是 多数玩天堂的玩家对游戏举止的一个 不要说刻板影响 就是已经黑化了 他在游戏玩家系统已经黑化了 就我以前玩什么美服 玩什么韩服的天堂 调保率又很高 然后台湾一到台湾就转变很低 所以台湾特别版是台湾天堂玩家 一直以来对游戏举止经营 上面的一个瑕疵的一个叫什么 戏称嘛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存在着这种 会利用调整机率来坑杀玩家的行为了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很关注 游戏举止说的话是什么 我们会一直很小心说 这个机率到底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游戏举止才要一直说 我们机率一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 像玩家宣称一样 但实际上却不一样 对吧 就是你韩版是10%你台版5%啊 然后你出色再说 因为我们材料跟韩版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也该认识到这个机率会不一样 那你当初一直告诉玩家说机率一样干嘛 你一直打广告 甚至在公告上说 你这些机率与韩版一模一样 到底要干嘛啊 那退100万步就算 就算这些责任在玩家身上好了 你试想一下 今天你一个玩游戏举止游戏的消费者 你在做任何消费之前 你都要去查原厂的游戏内容 查这个道具名称跟台版有没有一样 这个数量跟台版有没有一样 消费的金额有没有跟台版一样 官网的公告的机率有没有跟台版一样 你花一个钱 你消费一个手游的道具 你要去确认影像这四项四项 而且这四个四项全部都是韩文 请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你到底谁有能力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就不要说你韩语能力不好 你谁会花时间 玩手游戏是放松嘛 在消遣嘛 谁还要花时间去韩版做一大堆功课 或者再回来确定说我花这个钱就我确定是会得到这个东西 这应该是你作为企业经营者 在产品发布的时候就应该要清楚的告诉消费者说 这个东西买了内容物是什么 清清楚楚的告诉消费者 这样不就没有疑虑了吗 怎么会赚了一大圈再回头把责任丢到消费者身上呢 我觉得超级莫名其妙 那简单说啦 我认为这个就是他们在规策 这也是他们唯一一个 好像稍微 稍微稍微站得住脚可以拿出来跟提上鬼扯的东西 那我相信 聪明的社会大众还有法官是不可能买单的 他们这样扯只是在拖时间 基于上一次开罚200万之后 其实我想 给予他们正面的评价 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 好像还没有游戏公司 因为几率不死被政府开罚了 那他们算是首开先例啦 也算是我认为公平会的一小步 是我们游戏玩家权益上面的一大波 在这边我要先代替所有玩家 向公平会说声谢谢 但希望往后可以有更快速 或者更有效率的处理方式 甚至是法规 以免再有其他玩家受害 你看就像我从那次200万法玩之后 游戏橘子的星风之谷 他们那个核心宝箱的几率还是假的 一样摆在那里欺骗玩家 但因为核心宝石 那个是比较便宜 相较于指负来说 比较便宜的道具 所以大家可以花很多钱去做很大量的测试 所以才踢爆这个事情 那我相信啦 这个这件事情 说明了游戏举止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透过资讯落差 透过几率造假 在欺骗消费者的钱 所以希望公平会可以用最重的罚则 来处罚他们 然后不要说杀鸡警喉 杀鸡警喉很像是有点小提大说 我认为 就是你照理说你罚他个几亿 都是真的不为过的 对我们这些游戏玩家来说 因为他每年营收都是上百亿 你要怎么知道他这上百亿当中 有多少是透过资讯落差 还有篡改机率来骗玩家钱的呢 对吧 你如果没有狠狠的重罚他一次 他绝对学不乖 像上次法玩200 他现在新风之谷还继续骗啊 就是法玩200万之后到现在多久了 快一年了 这中间新风之谷保箱 机率还是假的啊 然后出事他就推给原厂啊 跟天堂M一样啊 但是你们要知道 天堂M跟新风之谷的原厂 是不一样的公司哦 我怎么都这么巧 两个不一样的公司原厂 给你游戏局代表 都刚好出了几率的问题 而且那个是很简单 那个几率参数 多少就是多少 推百万部你 工程师眼睛瞎了 你也可以自己透过后台反复测试 去抓那个期望值嘛 就不用多少时间测一下就知道的东西 你测也不测 然后参数也不看 然后被玩家踢爆才推给原厂 那你这个怀德到底是什么心态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认为他们这种 一再欺骗消费者 来取得商业利益的行为 受伤的真的不仅仅是 我们这些玩家的钱包而已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这样的作为 作为游戏界的龙头 他们的这种作为 真的会拖垮台湾 这个游戏的产业 大家知道游戏的产业在全球的规模 是日益的在扩张 是每一年的营收都是在暴增的 那既然是一个 这么巨大的产业 而且前景可期的产业 我们对这个产业应该要好好保护 而不是放任游戏举止这种垃圾公司在里面 捣乱 尤其他也是游戏界的龙头 我认为他 伤害的真的不只是玩家的钱包而已 还有在伤害这个产业的未来 所以希望龙婷会一定要好好的 做起这个监督者的角色 因为如果不是你们 我们一般玩家真的是 要对抗他真的真的非常的困难